特别是家里有儿子的 每一个儿子都要配一个这样的裂膜工具 第一个客人是山东人 在东莞那边卖的 他老是催我 你想不想干 想不想做这个产品 做一下 后来就东找西找这些配件找起来 就给他试装了 试装以后 他说这个质量不比他那个差 装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后续就慢慢会增加当子了 他因为他卖的 卖的这个客户反馈也好嘛 这是这个模具的 模具具备的神器 对对对 他必须要用这个电模去修模打磨 没错 像打个比方他这个光 这个面有些不光整 他必须要用那个抛光打磨了 怎么开 后面一个启动开关 启动开关 在这里再有个调数 噢 来 这边就不用打 这边不用打了 而且这个打多少分 是吗 七十分 就是你的操作 你的操作 打操的七十分 这个是离电的 离电的电膜 就是里面有电池的 很多人买回去 都是基本上在家玩玩的 礼拜六 礼拜天没事情 离电的这个小电膜 像有些大的学校 它不是也有一个工作室的嘛 对啊 就必须要用这个 用这个小电膜来雕刻了 对啊 来磨小东西的就必须要用这个小电膜了 就是搞一些发明创作啊 搞一些小木工啊 还有一些那个小朋友创作啊 对对对 可以买回去作为一个小朋友的礼物 也有很多人像国外 像我们有一款就是带套装的电膜了啊 里面也有很多小部件配在那里的啊 他们甚至拿来送礼的很多啊 你这个封建怎么是铁的 这个什么那个 这个顶级的是吧 因为电膜它是靠转塑的嘛 嗯 它细微的就主要是在这个风扇里面 也很关键的细微 我们这个叶片铁的这个风扇比原先老的这个 叶片要增加两片 这个塑料的和这个铁的区别就是 时间久以后这个塑料的 它会就顶不住呗 对也会顶 老坏以后会顶不住 会断还会断 铁的话肯定不会的啊 这个枫叶的角度和这个塑料的枫叶的角度都是不同的 你别看它这个细微的小位置啊 我主要这个风扇主要是 这个排风扇排得越快 风量越大以后 会降低这个电机的这个 温度啊 温度 像我后期的改进的这个定子啊 嗯 为什么都要加这个绝缘套 它主要功能它是 防灰尘作用的这个 哦 绝缘套 因为绝缘套你不套进去的 时间工作久以后 灰尘会在这个七包层这个位置啊 时间久 因为特别是电模式 它工作环境特别是模具市场 嗯 它们都是舔穴嘛 它会吸吸进去 在这个位置时间久以后 这个定子会 会烧鸡 这100多台怎么去看哪一台 我每一台都要重新再启动 每一台都要看 包括这个螺丝有没有打紧 或者这个头壳会 会不会弄像 弄像这个就 就等于次品了 这个头壳就要换了 哦 这个就是这里 对就等于它 当时有可能它打的螺丝 这个力度太大了 啊 就打破掉了这个汽车 这个就要换啊 对对 这个头壳就必须要换了 那这不是浪费 那没办法 所以要每一台要检测过的啊 哦 就是为了保证 打个比较你是用户 你是用户买到这个 就等于像感觉像赤品一样 你肯定不喜欢的吧 你们厂对于品质的要求 这么严格 那必须要严格的话 你要东西不严格的话 到时候出去这东西 人家反馈说不好的话 哎 人家就不买我的东西的话 我的生意就会少了 做模具来说的话 用它的东西是 肯定是少不了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用了将近用了两年了吧 嗯 烧坏的好像一把都没有